軟吐 噢 軟吐 噢 羊凶喔 噢 膝蓋越來越痛了 噢 到底要怎麼走啊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去福巴越嶺古道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人在桃園車站 等一下要去搭客運上山 為了今天的行程呢 有人特地去買了一張 看來這是什麼 行政院通勤月票 前陣子就有人網路 網路就會說 這一張票在北北基桃地區呢 最划算的打版 應該也不是說最划算 CP值最高的搭法呢 就是搭去從桃園然後搭去拉拉山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去拉拉山 然後呢再走越嶺古道到烏來 沒錯 然後再下山 去拉拉山的車呢 早上有兩班 一般是六點半 一般是六點五十分 但是呢 我們到桃園的火車 最早就是六點二十五分才會到 所以我們六點半的車搭不到 我們等一下去搭六點五十分的車 我覺得最靠北的是呢 這兩班車呢 明明都是從桃園 然後經過大溪 然後到拉拉山了 結果他們在桃園 大家的位置不一樣 那我剛才差點走錯了 沒錯 有人剛剛就要走去前站了 對 我們六點五十分發的車是在桃園的後站 我們的拉拉山之旅館變成桃園早餐之一 你看 剩下人就會直接坐到拉拉山 應該是吧 我們要直接站三個小時 因為十分鐘前才走一般那個到達七個車 所以這邊的人不可能是到達七個 沒想到還有人要上車 對 太扯了喔 哇這什麼速度 應該是要上來要下去 該不會上次就看到滿了 不想上來吧 只要上來 這邊就看得到我們等一下要去的山了 從桃園前往大溪的公車上 就可以看到遠方成群的雪山山脈 而這班車的目的地 就隱藏在其中一座山頭裡面 前往拉拉山的大眾運輸 一天只有四個班次 其中一班從中立發車 另外三班則是從桃園 早上六點接連發兩班 再來則是中午發車 可能也跟火車班次有關係 後來聽說早我們20分鐘發的公車 乘客相對少很多 不用像這樣擠成沙丁魚 車子開過武林橋跨越大漢溪 抵達大溪之後 又有更多的乘客準備擠上來 大...燒大貓 你有確定嗎 我就說他車發太少了吧 你現在是就算想要做你的名字 你也找不到地板做了 會不會有一種我在尼泊爾的感覺 你知道為什麼 我也覺得會在... 你是在那邊爬森林橋嗎 因為不是 摩訶 我真的覺得我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羅浮的路要蓋那麼寬 我記得我第一次走北橫 然後從宜蘭往那個大西方那樣走 然後到羅浮的時候看到四線道 然後我以為... 噢 幹到大西了耶 然後發現靠腰只是羅浮而已 還有一個小時才到大西 過了羅浮 正式進入到北橫公路的山路路段 司機還特別提醒乘客 有暈車要的話要先吃 不過到最後還是從車尾 傳出了呕吐聲 以前走在這段路上 要不是騎著自己的車 不然就是騎租來的車 坐在公車上 才真的能夠體會到 北橫公路到底有多麼的蜿蜒 也是第一次看到裝著無線電的公車 每會過一次大車 司機就會跟後方其他大車提醒 這是過去搭公車走其他山路時 不曾看過的狀況 或許是北橫公路上獨特的文化 哇!在排隊嗎? 平常排100公尺 要從這邊下車走上去 可以在這邊下車 那我會在車上擋上去 我大概要半個小時以上 好快喔 真的 超久 三個小時終於到了 我覺得不要再搭一隻這種小巴 我覺得是沒有 我覺得是因為沒有椅子啊 沒有椅子可以坐我就累了 看看這個排隊的車籠啊 超長的 在車上 要嘛就是 我前面兩個 我前面一個多小時就用站的 然後後面坐一下 真的不行 我覺得 我們上來的這三個小時已經把我們大量體力給消耗殆盡了 現在這個計程車也逆向太遠了吧 他沿途逆向耶 好屌喔 我到底看了三小 這到底是他小 他是 他是 蛤 他們這隻拉拉扇自己的 計程車喔 左邊他們在排什麼 接駁車 接駁車啦 他是要接去哪裡 就是到登山口的接駁車啦 然後到登山才來接駁 為什麼他站盤沒有到最上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站盤沒有到最上面啊 看也是有點傻眼 難怪要開車來啊 我搭公車來我還搭不到底 我還要轉車 很小 不好意思我們要開多久 開什麼 那個接駁車 而且我不是計程車的 喔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坐後面 坐後面 坐後面 拉拉山的接駁車每個人100塊 上車馬上就會到拉拉山管理站 到這邊還要再掏出一次錢包 繳繳一個人200塊的門票 措施是今年才開始的 所以我們進場時還在半價的優惠期限內 如果有搭接駁車的話 可以再打八折 也就是說光是要進拉拉山 就先花上了180塊 謝謝 你如果說你遊覽車開不進來的話 然後你要求遊覽車停在下面的話 那你是不是從下面停車場 一路上來到這邊 你要有做一個步道 那你又不做 那別人說你 你團客上來的話 你就被逼的一定要去搭他接駁車 那接駁車又沒有喊在門票裡面 我是覺得 我覺得你再怎麼弄 要進一定是先進10家車 不再怎麼進也不會進到80區 我認同啊 對啊 古巴越銀古道 應該開得到吧 我們9點40下公車 現在時間是11點20 我們過了一個半小時 好好累喔 真的好累喔 我真的覺得 今天早上已經把我們目前的體力消耗光了 可是我們現在才正準備要開始走而已 對啊 我明明就很早出門 為什麼會搞到中午才開始 這真是一段友善的越靈古道啊 你知道其實去網路上查很多資料 他都會跟你說這個福巴越靈呢 他是一條什麼 泰雅族的殷親路線 就是從那個烏來那邊的湖山部落 然後到桃園這邊的這個 巴林部落 他們都說這是一條殷親的 就是這種婚姻路線 婚姻步道 通婚之道 對 前方19號巨目步最後中段 請到暫停開放 所以我們真的要繞路耶 好啊 我們要往上繞耶 等一下啦 福巴越靈古道的終點 或者說是我們這個方向的起點 就在拉拉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裡面 這天剛好是週末 園區內滿滿的人潮 我們也跟著人群隨波主流 偶爾看到幾個神木 就停下來拍照 黃坡臥龍 欸這顆也很大欸 前面這顆黃坡臥龍 欸 你知道啊 可是那已經倒掉了 我在看那根啦 靠腰 好喔 欸你不覺得這個感覺很 很適合拿來當那個超大型獨木橋 他就是啊 只是他倒的位置不夠好 沒有辦法取到就是肉眼那種感覺 GoPro超廣角喔 沒有我跟你講不要廣角 你越廣角越看不出來都沒有 這應該算是福巴的正式入口了吧 有在管的福巴 右邊這一條進去 步到起點 步到起點 我是覺得上下山應該不只差一個小時啦 除非他真的很陡 就會陡到連下坡都要很慢 等於是我們下了車兩個小時才終於正式要進入 越嶺古道的範圍 好大啦 好大啦 GoGo 終於要進入未知的領域了 我等一下一打開就有人衝出來發五星 來啊開 你結果發音打不開 那怎麼開 完蛋了 完蛋了 那怎麼開 不是不是就直接往左抽開嗎 喔 啊 被卡很緊 超緊的 然後你等一下過去之後你還要再把他鎖起來 誰管他 哇 沒有人付錢叫我鎖啊 笑死 欸對啊如果我真的從福山走進來的話 我不用被收門票耶 要吧 下山的時候吧 都不知道 剛過木柵門後的路段 走起來可以說是相當的舒服 落葉灑在路徑上 再加上沒有太多人為的加工 可以感覺到底層有著厚實的土壤 承接下每一個踩下的步伐 降低回饋到腳底板的反作用力 遠離拉拉山的人潮 享受原始山林的幽靜 給野生動物一個生存空間 請不要獵捕野生動物 台灣省林物橘子 台灣省林物橘子 這邊有一種整條都 整條都 對啊 這牌子 這牌子立起來的年份應該也比我們老了吧 整條古道都被封印在民國81年 之類的 現成載兩樹兩人 唉唷 欸真的在晃欸 真的假的 有剛好晃 欸它已經 它是一直被腐蝕嗎 應該是吧 好 這平常沒什麼人在走啊 我幹才12點就霧氣了 開始有北韓的感覺 北韓過無終於就是感覺 開始想睡覺的感覺 對啊我現在很亢奮 我現在很想睡覺 你看這個 超級古欸 呵呵呵呵 沒事啊 你還會被人經過更古欸 呵呵 這怎樣戴上武嶺嗎 武嶺啊 你看我除了這一個之外呢 你看這個六五折 你現在好像可以 你可以直接把那個東西 放在靠近背部的位置 六五折 直接變氣墊 欸有道理欸 又一個六五折 又一個六五折 呵呵呵 你真的是 奇概超人 你知道我還有一個更奇概的東西 就是這個 你看 你看 噠 噢 我本來要買這個塊我沒買 你知道我怎麼會有這個嗎 就是去年確診的時候的那個防疫包裡面的東西 2023年 好你要吃你就吃吧 兩個月還好啦 兩月可以 餅乾兩個月OK啦 反正是你吃不是我吃 對啊 對 這根牌子該不會就是所謂的限界吧 無可能喔 我覺得應該是欸 但是他已經 是喔 對啊 我覺得是喔 我覺得應該是 真的欸 我覺得是喔 但是 他上面現在什麼都沒有 這一根 欸有啦 前面還有一根喔 這一根嗎 欸等一下 等一下 左邊拉拉山登山口 右邊上80 等一下 拉拉山跟上80 不是都在右邊那邊嗎 我不知道 安路咧 不知道 安路咧 啊那個啦 後面那個 是嗎 覺得有點害怕欸 然後 這個聽說是氣象站 觀測站 看一下蓋牙 沒有限界啊 限界的 那應該是剛剛那塊白子吧 還是其實這一個 我們已經踩過去了 對啊 好喔 對啊我們現在在新北京 我回 我要回桃檸檜 沒有 你知道你這時候可以幹嘛嗎 可以幹嘛 我又跳進去了啊 我又跳出來啊 那沒有線 怎麼樣打我啊笨蛋 那沒有線啊 沒有線沒有效果 虛擬線 虛擬線 不然你又數字排一條 數字排一條 我又跳進去了啊 我又跳出來啦 怎麼樣打我啊笨蛋 好 好 可以 要去哪裡 去福山 到福山啊 是福山過來的嗎 沒有 我們走一半 走一半喔 到12K 12K 12K好 加油這樣了 快到了 快到了 他們回程啊 對啊你們真的快到了 對啊 我們早很早 你們幾點開始走了 欸我們幾點 快飛我們幾點 三個 八個 八個 八點 八點 八點啊 哇 因為我們要做步道 我們要維護步道 我們不是要 我們做移動步道的那個 喔 有一些那個樹木島 就是拿木啦 嗯 了解 旁邊炒太多的樣子 不是真正的 喔 水路是我開 辛苦了 感謝感謝 難怪手上拿鐮刀 做那個步道維護的志工 嗯 我們就靠你們 靠你們幫忙了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辛苦了拜拜 哎唷 上面有寫那個新竹林區 嗯 哇 繼續 披荊斬集 哼 這個是正港的披荊斬集 開路仔 開路仔 走 開路仔 對開路仔 然後我們就是路全站 欸 你好 欸你們從福山上來的 啊沒有 喔 一半回來 走一半回來 一路上 除了這兩群人之外 下次要再看到人影 一定是抵達烏來福山的事情了 而且接下來路況 逐漸變差 地面開始變得超濕 也有越來越多的石頭 跟路樹擋住去路 可能也是為什麼 他們會選擇拉拉山進 拉拉山出 而不是走完整條越林古道 好 我覺得應該是以前走左邊 然後可能有瘫掉或什麼之類的 瘫掉那也走不過去 你可以自行 屁路 你不覺得這個就 左邊這個就很像就是 有人走過 然後被 然後現在張草長出來 對不對 所以你才 所以你才會看到那個 底圖寫左邊 然後但是人走右邊啊 你也就代表以前走左邊 不過我害怕還是他GPS的標點 中央牌 中央牌 二選一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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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寄那個 用GPS寄一個 定一個 定一個 定位點 Can record your GAMANI In case you get lost 好 這有什麼需要這種東西 超抖下去 那個如果雨天還會蹊蹺 全部都滑了 全部都滑了 要死 這個滑直接下去耶 有我發現了 有我發現了 GAMANI 那啥小 哈哈哈哈 我可以這樣滑了嗎 真的崩潰 GAMANI 這個超崩潰耶 這個就是爬雪山的等級耶 對啊 不對啊你爬過你崩潰的屁喔 對 這好難喔 我幫你記錄 我覺得你應該是用滑的好了 我覺得用滑的好了 可是這邊真的會 這邊真的會滑下去耶 對啊 等一下等一下我想一下喔 那邊 那邊特別難 它這繩子根本就沒有施力點啊 因為那邊 因為那邊太陡了 而且那邊太軟 對啊 你那邊小心一點 它這繩子根本就沒有施力點啊 沒有 主要是我 我不敢 我不敢這樣子 哼 我覺得那邊應該是要這樣 不然我不敢 這繩子都不能刷 超鬆的耶 有點鬆 你應該真的就是要 稍微重心往後這樣 這樣你才有辦法拉那個繩子 那邊真的很鬆喔 是啊 那個繩子根本是裝置用的吧 那個圖真的很鬆 我跟你講真的 你小心 你專心跑 你看 我才是要把我背拥有辦法 幹 這邊看起來超原始的 要爬一堆石頭 但如果我帶的原因是因為 有雨聲耶 下雨了 下雨了 喔 雨很大喔 你要不要趕快先躲進來 是嗎 前方路段施滑 請注意安全小心通行 我覺得我們好像要走到 黑谷裡面 喔 真的有水喔 小心喔 然後又清台喔 呵呵 又在選線困難了嗎 趕快你要這麼時間洗喔 你就沿著我剛才走的路線走就好啦 我看你走哪裡 還不仔細看 我在看 我就在看我走的路 我要怎麼看你走 還是你 還是因為你長太高了 所以說那個重心比較高 我覺得有可能 我認真覺得有可能 看你快沒有拉拉山那個感覺 喔 真的 輪度一直在上 幹真的是海拔越來越低欸 那它產生越來越大聲 現在海拔已經來到 1400 我們降了200 我們要降到500欸 我們還有900要降欸 我們還有900要降欸 OK OK 我覺得這邊的圖又變得比較好走 嗯 但是不要立FLAG 就是等一下走一走會變難走 我剛前面練得真的很痛苦 在許多資料裡面 都會稱呼 福巴越嶺古道 是一條泰雅族的陰親之路 烏來跟巴林的族人 會透過這條路 彼此結為傾家 但是後來有研究指出 福巴越嶺古道是日本人來台之後 為了統治山區的原住民才屁肩 跟殷親之路的浪漫氛圍完全相反 至於過去兩地族人要結婚 走的是更北邊的另外一條路上 現在已經完全荒廢 而作為日本人統治屁肩的道路 福巴越嶺古道上 有三座進駐警政人員的住在所 不過可能是走得太趕了 一路上倒是一個遺跡都沒看到 往檜木基石 檜木基石是什麼 往拉拉山 檜木基石 另外一邊是什麼 往福山 這可能是上快山的吧 看一下快山要爬了多少 我們現在在算一千山好了 快山在一千四百一十六 還有爬一百 一百 時間不夠啊 好 PASS 對啊 好 PASS 主要是時間不夠啊 我現在的腳 拜拜 PASS 不要搞自己 現在就是不要搞自己 不要搞自己 搞的時間不夠多 如果下次一點我可能會搞自己 喔真的這倒是真的 我剛剛過7K 喔是喔7K了好 剛才7K 我想 我們剩下7公里就要在這種 黑的要命的地方 我們現在來4點多而已 然後天都黑得跟什麼鬼一樣 這黑把有點奇怪 對啊 因為剛剛是一瞬間都黑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我知道啊 這黑把超奇怪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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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冬天4點的天空吧 這不是夏天4點的天空吧 而且上面的樹也沒有特別密啊 三小啊 喔 這是 這是沒在清吧 我真的覺得8K過來路況很糟 喔 路基越來越不明顯 喔我們現在還有5公里多 前面都這種路我覺得好痛苦喔 對啊 我真的原本以為 會跟前面一樣耶 沒有 沒有因為台灣的孤的時間都太喜歡抓8 看起來6到8我覺得應該是不到6到8 結果還他媽真的要6到8 幹 軟兔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畫面拍到的已經是第二次摔倒了 過了7K里程拍之後 路況顯得越來越糟糕 這種一看就知道有路數橫更 繞開時自然就會小心謹慎 比較危險的是那種 表面上看起來平順 但是腳踏下去卻是鬆軟 會滑動的堵塵 1連5次因為這樣摔倒 其中一次還差點摔下山谷 謝謝 我覺得應該是剛剛那個。滑下去那一個。 有這拐道 真的從福山進來的話看到這個我真的會接回家 三小啊 你上來看就知道了 夭壽喔 膝蓋越來越痛了 我真的覺得我們剛才早上應該是直接 我真的覺得我們剛才早上應該是直接 拉拉山直接折返 你找到直接騙 你找到那個路況誰會想到後面這樣 喔 這什麼鬼 喔 我要怎麼過啊 喔喔喔 幹 好滑喔 操 你看到前面那個女的瘋掉 What is this 啊 路面濕滑 確定只有濕滑而已 幹 幹 幹 我的膝蓋真的不行 這梯子可以爬嗎 那不然你要怎麼過 走下面 這裡被腳是懸空的 有啊 他有鎖啦 他有鎖 確定 你搖一搖吧 確定一下 他有鎖啦 這年頭原神石都不太能量進 對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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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走的路 酷喔 好臭喔 這裡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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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就是有路線啦 超差 這應該是一條可以拿多久的路 走了会离婚的路啊 什么婚姻之路啊 最后几公里的路况 真的是相当糟糕 频繁的上绕下切 家具膝盖的疼痛 好几次痛到根本走不痛 如果还有前世的记忆 看不见镜头的奈何桥 走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一个小时只能前进一两公里的牛步 原本预期太阳下山前就能抵达富山 结果变成要摸黑走在古道上了 没有就我们现在 我们差不多在半小时吧 你就顺顺开 你就顺顺开 我们现在就是尽快下山 不是左边有个岔路啊 然后不知道是去哪里了 这应该是我刚刚讲的那条吧 对啊 问一下你看左边跟不看不到什么岔路啊 岔肯山 蘑菇山 什么都看不到 不知道不知道 有左边吗 不是吧 左边没路啊 前面那个啊 哪个 前面那根树啊 蛤 往前走啊 不是啊 这根树不是啊 不然呢 没有路啦 那个啊 下面也没路 那路平的吗 不是啊 那边没有平啊 它有一个洞啊 那现在到底是怎样啊 左边也没路啊 怎么可能啊 真的 左边也没路 我跟我讲没有路啊 我现在能怎么办 我刚刚开玩笑的 我现在能怎么办 左边也没路啊 这边也没有绳子可以扶啊 这边也没有绳子可以扶啊 诶 这是不要开玩笑的 要不要叫救援呢 我怎么在一公里卡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啊 我帮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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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是走 这个是不是 拉绳子 对对对 好 所以这是绳子 对那是绳子 诶 没有 下面的下面的 后面的 他后面 他后面 他的后面 他的后面 后面 后面 另外 你还没到 后面 有个白色的 这个啊 对对对 好恐怖喔 干嘛我们又不是Discovery 诶 这什么鬼啊 诶 小心小心小心 好好可以 这什么鬼 这就那白天来走都很危险 什么国家步道啊 干终于出来了 哇 哇 我们现在晚上 晚上七点五十三 算八点了 算了一点啊 我天哪 那个照吧 来我们再来 重新朗读一次 80至福山 约六到七小时 我们十一点出发 晚上八点到 九个小时了 而且我们走的还算快 你后面五公里 这个地形 你怎么可能走那么快 我觉得它那个孤雷应该是那些地形都还好好的走 好啦我们来走最后的吊桥了 我在过桥了 我们过桥就到马路了 我给你我给你我的位置 我给你我的位置 那是哪 我不知道 不要问我 是这一台吗 对 嗨 这一只吸引体我认真的 嗨 感谢感谢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这条不是人走的路 我给你给你讲 以后看到国道就比较 以后看到什么越岭国道就比较 真的 不是人走的路 等我一下 我先走 我们刚刚 我们刚全都在这边 我脚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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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是感谢同行朋友 找来载我们的朋友 不然一开始还妄想 从福山到乌来 这17公里的下坡路程 也干脆用走的 幸好最后没有继续折磨自己 离开越岭古道一个多月了 膝盖偶尔还是会疼痛 担心的是 永生的宿集 回来之后没多久 林务局才正式发出崩塌 不建议通行的公告 现在在新店吃晚餐 现在晚上9点半了吧 你全熟喔 不然你丢去啦啦山 丢去啦啦山就会变生了 来想不想再去啦啦山 去啦啦山 我下次还想不想再爬 狐巴越岭古道 好 谁要起到这个字 我就把它插到冰了 你家祖灵会生气耶 狗屁 然后呢刚才 下山在乌来的路上呢 我买了一个冰块 因为我的膝盖 已经不行了 我的膝盖比重了一件还要痛 现在在冰敷我的膝盖 我膝盖现在完全不能玩耶 一弯就会痛 超可怜的 你不是还想要去拔通关吗 有吗 拂下来 拂江拂满腿 好没关系 好啦 总之 狐巴越岭不推荐 不推荐 它的路况真的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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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